比方说这两天刷爆朋友圈的几个事吧 有名女子用了一分钟时间就拐走了一个小女孩 虽然说警方马上把孩子找了回来了 不过监控拍的孩子被带走的过程 让人看的还是心惊胆战 马上就选好目标 嫌疑人现在已经开始 一伙小朋友往他这边走了 已经抱着这个女孩走了 后面的小男孩也跟着 走得比较匆忙 比较慌张 这个女性嫌疑人直接拿一个玩具 就把这个小女孩给哄走了 据报警人提供的线索 民警在事发地点附近搜索这名女性嫌疑人 可是一直追到了高速路口 仍然没有发现她的行踪 在民警马不停迪的追赶嫌疑人的时候 高速交警传来消息 他们发现一名可疑女子 和拐骗女童的嫌疑人十分相似 所以老师与她沟通 她就承认 与她沟通 她承认有人给她一万块钱 让她把别人的孩子给抱走 从报警到抓获犯罪嫌疑人 再把孩子安全送回到父母的身边 民警只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目前民警正在根据这名嫌疑人的供述 对这起拐骗儿童案件进一步渗挖